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李强表示 中俄树立了大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 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巩固传承世代友好 持续深化经贸 能源 人文等领域合作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走深走实 促进中俄共同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普京表示 当前俄中关系已达到最高水平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以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 推动俄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吴正龙参加会见 5月16号下午 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竞献花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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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正宫